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物闯入儿苗圈的鹅 遭到了儿苗的围攻 擅闯别人的领地 行单影只的 结果可想而知 但眼下这一幕就有点让人不解了 小儿苗跑进了大儿苗圈里 竟然也是同样的遭遇 大儿苗对小儿苗踢摇起来 一样是毫不留情 都是同类 怎么大儿苗对小儿苗也是拳打脚踢的呢 难道他们天生就冷漠无情吗 这个东西呢 不是他亲自负责 他没有把他带大 他肯定呢 没有这个过程 他不知道是他的后代了 他也会把他当个敌人的攻击 原来儿苗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不是同类进入他们的地盘 自然就会群起攻击 就算是同类 只要不是从小生活在一起的 他们一样是六亲不认 当然了 这可不代表着儿苗对自己的孩子不好 恰恰相反 在自然环境中 儿苗可是超有爱心的父母 从他们铲蛋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会如影随形地守护着自己的宝贝 到了孵化季 为了让这些蛋顺利孵出小宝宝 它们更是趴在儿苗蛋上 几十天不吃不喝 完全靠消耗自身脂肪度日 它就是整个孵化期 它不能离开蛋 离开蛋呢 以后会被其他的这个动物给破坏 儿苗的孵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一般的家禽孵化期都是二十几天 就算个头比它还大的鸵鸟 孵化时间也不过是四十天左右 而儿苗的孵化却需要五十多天 我了解的其内容 它是最长的了 它呢 比鸵鸟还接近长十天 它得五十一点到五十三天 孵化时间长短 和蛋壳的坚硬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鸵鸟蛋就一直以各大结实著称 就算是一个大小伙子踩上去 也都啥事没有 而苗蛋虽说比鸵鸟蛋小了很多 但它的硬度也不差 那个鸵鸟蛋我看老有人踩 这个这么小能行吗 我觉得应该能行 当然底下不要太硬 我们那儿行不行 可以 你这下雨 下得有点湿 我就放这儿了 有点湿 反正土地就行是吧 对 你确定我能踩 我踩一个踩两个 踩两个 踩两个 更安全 踩两个是了 对 可以 试一下吧 被我踩这个可就试一下 好几百块钱呢 你吹就行了 好啦 哇 好像还可以啊 再挪这个 看一眼 怎么样 两个都是完好无损的 而鸟蛋不仅踩不坏 一般的小颗小碰 也不在话下 我觉得咱鸡蛋一碰 使它啪就碎 那它跟特别鸡蛋 没个比 再试一下 我快使劲了 没事 再大点劲没事 没事 再来一下 是吧 力度再大点 对 再大点 都弹回来了 啥事没有 啥事没有 都说鸡蛋碰石头 一碰就碎 鸡蛋碰到儿苗蛋上 也和碰到石头上差不多 因为儿苗蛋孵化周期太长 张开秀不想让大儿苗那么辛苦 养殖场里的儿苗 都是用水床 人工孵化的 不过人工孵化儿苗蛋也不容易 和很多蛋相比 儿苗蛋不只是很结实 最特别的 是它像大理石般漂亮的外壳 天然的墨绿色 让人工孵化又多了一道障碍 你看这么大蛋 你看看 青是青黄是黄 黄在这里 就水里 黄还在洞呢 对啊 洞是正常 在黑暗的环境下照 就更明显了 蛋黄呢 习惯是在上侧 做青黄 硬也不会是蛋黄 上面是气势 气势越小 这没蛋的时间又短 再看看儿苗蛋 钻一钻蛋 啥也看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 我这就给给照蛋 这光线多强 都一点作用没有 人家就这样看 你要有点颜色好 一点点看不见 多高的亮度都白彻 啥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不透 不透 对 两点都不透 都试过的 就对着太阳 都是一点都看不到 照蛋是孵化行业 都在用的方法 通过照蛋 观察受精蛋内 胚胎的发育情况 及时掌握蛋的孵化进展 可儿苗蛋怎么都照不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其实也难不倒张开秀 他的招就是摸 靠摸 他就能准确掌握 儿苗蛋的孵化状况 你可以摸 一个是摸蛋的温度 摸水的温度 你摸就能知道多少度 多少度能知道 而且知道呢 每个蛋之间的温度的差别 温度低的就不行 那当然有差异了 儿苗蛋孵化的最佳温度 是36到37摄氏度 因为儿苗蛋没法照蛋 很多养殖户 就更依赖温度计了 可人家张开秀 却不需要 我给手摸一下 这个静动能达到1度左右 我给眼皮试一下 不超0.5度 因为多少次的反复 多少次的对比 所以说温度计对我来说 意义不大了 看着张开秀信心满满的样子 我们忍不住想考考他 你随便一摸 这是比较正常 你觉得它有多少度 三十六度八 三十六度八 你可以弄得小时候点 必须得这样 如果差不多两点三度 我请你吃大餐 绝对说 两点三度不算错 你说多少度吧 三十六度八 就是靠着精准的手感 张开秀可以准确地了解 儿苗蛋的温度 判定儿苗的发育情况 死亡了 没戏了 你不信你问吗 是什么 你帮我 但室内温度有点差异 有差异肯定死病了 没打开 你看一下 这壳挺静的 这壳挺静的 这是什么 这是已经死亡的状态了 我的是会什么状态呢 我都能看到她呼吸了 我闻到了一种味道 你看看 这个在接近四十五六天的时候 这个状态呼吸死亡的 我这 那不行了 翻蛋不及时 温度忽高忽低等原因 都会导致胚胎停止发育 特别是有突然的天气变化的时候 更要细心地照顾 你看这就是今天该出壳 哦 刚说这不是出来了吗 这不是 已经破壳了吗 你看这小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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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还在努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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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待了五十多天 终于出来了 对 这壳就没用了吧 对 这壳就没用了 轻点 这就是在坚硬的房子 它有多硬 你看了吗 看 这就是它里面一层膜 其实就像橡胶一样 就完全拽不动肥 我可以摸了吗 当然可以了 我摸了 没关系 他不怕吧 不怕的 哎呦 可得你的家已经拿走了 嗯 对 它好像也还太站不起来的吧 哎呦 哎呦 软绵绵的 好像有个大肚子 对啊 不一两天不迟迟行的 它就是吸收软了 嘿嘿 来吧 看看 新生命 凭着多年积累的手上功夫 张开秀这儿苗蛋的孵化率 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张开秀儿苗的出壳时间 非常集中 一批儿苗会在一两天之内 全部出奇 小儿苗打小就不挑食 青菜萝卜 再加一些豆粕麦夫 就是它们的最爱 有白菜 萝卜 这个儿苗就吃这个东西嘛 对啊 把一天拿给吃老了 是吧 看着小儿苗吃得欢 张开秀也高兴 在吃上一点都不惜本钱 可劲的味 出来之后 那多开心呢 其实长得越快越好 剩那一天要长成才好呢 啥好为啥 这样呢 养了没有多长时间 肚子长得六圆 长得像个球一样 喂着喂着 问题可就来了 张开秀发现 有的鸟变成了八字脚 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的 观察了一段时间 张开秀发现 瘸腿的鸟都是比较贪吃的 前十来天长得飞快 可是长着长着 身体负荷越来越大 撑不住笨重的身体 腿被压得开始外翻 慢慢的就瘸了 一般重点出现在 出隔十天到四十天之间 这个状态再有二十多天 一个月内 它就应该是站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张开秀才意识到 吃的太多 长得太快 也不行 特别是在小儿苗 出壳的前一两个月 得控制它们的采食量 多吃点青菜 多吃 能填饱肚子 不长肉长得慢的东西 就是营养价值要低点 不要让它长得很快 儿苗抗性强 不容易生病 只要吃喝上没问题 它们就能健康地生长 然后再来 看我的腿 哎呀又跳啊又撒话了 就别都给那太厉害了 这下人又叫什么肢体 儿苗天生就是奔跑健将 所以随着它们的长大 一定要给它们充足的活动空间 如果有条件 尽可能地给它们创造一个 接近野生的环境 小儿苗很调皮 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往外溜 抓它们一定要讲技巧 你头发的 我还没说到 我还没说到 哎呀 终于对得了 对 交回你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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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在跑了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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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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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 再见 随着小儿苗慢慢长大 它们的奔跑能力更是越练越强 别看儿苗腿细细的 却很结实 跑起来最快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 所以每当小儿苗长大 到该分群换地的时候 都是最辛苦的时刻 追不好追 抓不容易抓 就算是抓到了 它们也是连蹦代踢 好像饲养员都成了它们的敌人一样 实在没辙 张开秀它们找来套袖 把儿苗眼睛盖上 即便这样 它们还是不停地抗争 一刻也不肯安静 尝AP 比美好 比美好 要往后牵套 跳掉了 那个套袁 头套也要掉了 鸵鸟还不让了 他们还发给你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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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儿苗很聪明 也很强 非常不喜欢被强迫 张开秀通过观察发现 儿苗也有他们温和的一面 如果能在一定的安全距离等待 等他们逐渐安静下来 再靠近就没事了 这人要睡着了 感觉眼睛要闭上了 他还有这么温顺的一面 这回我可以摸他翅膀 他会动吗 摸哪里都没事 我觉得他翅膀 是他整个长得最可笑的一个 这就是他的翅膀 对 他有一百多斤 一百九十到一百二十斤之间 一百二十斤 然后翅膀只有这么大 还没我手大的 你不要坐下 坐下了 你不要坐下了 大伙累了 不想走 你是想坐着是吧 这也太温顺了 太温顺了 你的火爆脾气呢 我想干啥 我都好奇了 你想干嘛 这是怎么回事 太怕了 你也在这儿了 你好 每一只你看现在了吗 这只也安静的都在这儿了 我能抱不动它吗 你抱不动应该抱不动 这个也得有八十多斤 八九十斤 是吗 八九十斤吗 和我的重量差不多 对 起来 起来吧 起来 对不起 耍赖 咱俩飞没有吃饱 是谁啊 来 起来 请起来 起来了 走了 起来吧 你干啥回去 终于起来了 通过以静置洞的办法 接近儿苗 还是很安全的 现在张开秀也开始试着 用这种温柔的方法 给儿苗分裙搬家了 而苗感觉到安全 就会表现得非常呆萌可爱 养殖场 也因此吸引来了很多休闲的游客 挺好玩的 看得下好像比较阴险的展现 是吧 但市场没想到皮这么温顺 就没事到处来看一看 跟动物重新接触一下 挺好 平时里哪有这些机会啊 除了观赏 其实儿苗可以说浑身都是宝 它们每年夏季 身上换下来的羽毛 在市场同样很受欢迎 你这么拔没事 它根本没反应 它没有反应 它这个毛 已经有替代它的了 这就是新出的 黑毛是新出的 对呀你看短嘛 你要是这个整个夏季过来 这个长得一样长了 就像羊毛一样的 这毛里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一个根两个叶 每个上都是这样长 这个毛有收的 很缺 很细缺 一公斤六百左右 而苗蛋从外到内 颜色由深绿 浅蓝到白色 这特别的颜色分布 经过雕刻师傅的手 就成了价格不菲的工艺品 为了更好的开通 儿苗市场 张开秀还开发了儿苗宴 拉长了儿苗养殖的产业链 虽说儿苗浑身是宝 但要获得不错的收益 养殖者还是得做好 当地的市场调研 做到风险可控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为什么这里出行 全靠毛驴 这是咱们的驴地 也就是毛驴出租车 为什么它养的驴 一皮难求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提供